第一个 我们自己家里都备了一些常备的用药 对吧 所以说如果一旦出现了有发热的症状 有这些临床的一些表现 那么不要去拖 我们不要去拖 好像说靠我们自己的机体免疫力怎么样去拖 我们尽量的就是早期的服用一些正常的药物 推草药物 这些可以服用 那么当如果出现了症状加重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 我们要首先知道自己是不是高位人群 我们自己是不是高位人群 那大于等于大于我们说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对吧 我们平时有些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比如说高血压 糖尿病 特别是糖尿病 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血糖控制不好 我们在这一轮的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批人 他们得重症的概率会高 甚至产生大白费的概率会更高 所以说血糖一定要控制好 另外包括一些慢性胜功能不全的患者 平时需要血透的患者 一些免疫抑制的患者 一些肿瘤患者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是属于高位人群 另外孕产妇 为手术期的孕产妇 为产妻的 还有我们说体重指数 BMI大于30的人 还有长期吸烟的人 特别是没有注射疫苗的人 这些人都是属于我们高位人群 那么首先知道自己是高位人群 就要极度地重视 一旦出现症状 出现症状 如果症状的加重 你不要去拖 觉得好像我自己能扛 你及时地去医院去就医 去就医 那么医生可以帮你早期地介入 到这里面 我们对于老年人 儿童要尤为地重视 早期 儿童要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